大家好,这里是小当家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这道552题 Student Attendance Record 第二题 这题相当 其实写出一个答案其实比较简单的 但是你要是想不调异的话 还挺难的 我写的几个答案基本都调异了 然后我是看了一个答案 然后优化了一下 才能过 所以这题还是比较不错的 这个时间卡的死死的 我们可以来读一下题 这就是说一个学生 他有三种状态 他可以去上课 就是present 还有一个是上课迟到 就是laid 还有一个这个缺席 就是absent 如果这个学生缺席了两次 或者两次以上 那么他就不行了 这个不好了 然后就是不可以的 我们是需要他是少于两次 所以strictly少于两次 要么就是零次 要么是一次 还有一种状态是 如果他连续三天 这个迟到 就是说今天迟到 明天迟到 后天出席 再后天迟到 这不算三次 这算一次 因为你不是连续三次 所以如果你strictly连续三天都迟到 或者三天更以上都迟到 代表说你状态又不好了 所以这两个是不好的状态 他想知道有多少好的状态 就是要么就是少于 total absent 是少于二 要么就是 consecutive 这个late 是少于三 这个的话 相当来比较简单 这题必须用inner function 就是order function肯定过不了 但我先用inner function 然后写一个也过不了的 然后我们再在inner function里面继续优化 对吧 所以我们需要三个状态 第一个状态是这个 第几天 所以这个代表i 然后a的话就是absent l的话就代表late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写一下 这个我们的状态 首先我们有三种状态 第一种是present 如果是present的话 我们的dfs 思考一下 如果i肯定是要往前走 然后present的话 a不变 l不变 然后这是我们的第一种状态 第二种状态是什么呢 是absent absent absent的话就是dfs 也是i往前走 这个a要加e l不动 因为我们这是absent 所以a动了 还有种状态是late late的话我们就是dfs 然后i还是加e a不动 l加e 好 有了这三种状态之后 我们就直接return一下 这三个present 加上absent absent 加上这个late 然后它一共有多少种可能性 所以我们把这个mod一下 我们这个10的九次方加上7 我们来考虑一下base case base case就是如果i大于等于n的话 我们就直接return一个0代表我们到头了 然后还有就是如果a 这是一种可能性 所以我们要return一个1 如果a 这个得在前面 我们再试一下 我们再试一下 如果a absent大于等于2的话代表不行了 所以我们就在这直接return一个0 这个可能性就0了 还有就是如果late accumulate了到了三个以上的话 就直接return也是0 我们先测试一下这个答案对不对 我们先测试一个小代数字 我们没靠这个function的 return这个dfs的0 0,0,0看一下对不对 不对 那我们把这个 想想移到下面看一下 这回对了 看来还是要检查chroner case first 然后首先我们这个必须符合状态之后 我们再去检查这个可能性 这个是第一个 然后我们还可以去优化一下 就是functools.lrucache 我们去cache它一下 cache完之后 基本上就会拿到一个TLE 因为这不是一个最优解 然后我们就可以想一下优化的方法 首先我们这个 i往上走的时候 对吧 我们i一直往前走的时候 哦 这数字不对 这数字不对可就不对了 L加1 数字不对就不对了 我们再 是不是 再测试一次 I加1 A L 是不变的 A L加1 这是L加1也是对的 如果absent 对如果absent的话 它的Lade就清零了 是不是 是不是 同样这个如果present的话 Lade得清零 所以这个的话 这回就对了 我们再来测试一次 这回就调异了 我还这个差了一点点 这回调异了 为什么调异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 所以我们再重新解释一下逻辑 这个present 如果你present一次的话 前面这个Lade就清零了 然后如果你absent一次前面Lade也清零了 只有你Lade的时候 然后它是consecutivelyLade 所以这个是一个重点 我再把这个mod上了 这个mod 看来站的时间不是特别大 我也是在测试 为了不影响我们的逻辑 我们把这个三个放在一起 然后我们知道 这三个逻辑其实对的 但是就是调异了 所以我们需要优化一下 优化一下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想呢 你看 我们这个present 它是这个是没问题的 但是呢 如果我这个N特别大 然后我这I一直往前走 一直往前走 走走走走走 所以它会走到就是99,995 这个A 当然它是现在的2之内 3之内 但是如果是10万 再乘以这个3 其实也是30万 其实也挺大的 所以在这的话 我们其实也可以优化一下 怎么优化呢 这个优化的话 就把它 看看 我们可以检查 哎 呃 有一个优化方法 这个答案 答案给的 我们先测试一下这个 答案就是把它直接 这个recursive death 直接降低一下 看这里有没有用 哎 这个 这样 控制一下recursive就可以了哈 居然过了 哦 这居然过了 我们再跑一次 我们其实还有更多 优化的 这个不稳定哈 这个不稳定 再跑一次 这有点慢 我们再想下这个优化方法吧 呃 这个还是调逸啊 这个只过一次 这个应该是不算的 呃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答案先存起来 先存到一个result里面 我们重重重想这两个解法啊 我们把这个先common掉 重想这个解法 首先我们啥也不动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baseline 对吧 有了这个baseline之后 我们再想 如果 这个你看 这个a跑 它最大其实就是1 对不对 它不可能到2 所以我们就没有必要去 呃 accumulate到2以上 对吧 所以如果 a等于0 那我们这个result 就加等于dfs 哎 反正都是accumulate嘛 最后把它个仨加起来 所以我们这个a就变成1了 这就是我们最大值了 对吧 如果完全大于它的话 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所以我们直接在这儿 我看看 这放一个0 现在a是0吗 如果a等于0的话 如果a等于0的话 late 是你在lade absent的情况下 你absent加1 所以lade永远要花0 所以这个是对的 如果你这个l小于2的情况下 就是小于2的话 你还可以继续去 呃 吃到 还可以吃到一次 所以这样的话 就是dfs i加1 然后这个是a 然后是 然后加1 那我们再测试一下这个 对不对 哦 这个就 这个重新来一下 这个就直接return 这个就应该可以过了 因为我们把 把这个 另一个维度 这个维度已经降到了1了 呃 它就不会超过1 然后这个的话 就不会超过2 哦 呦呦 丢人了 哎呦 我记得刚才这一句话 是可以过的哈 a大于等于2 或者l大于等于3 然后i大于等于n 让人1 然后我们有个base case 难道是我没有mod的原因吗 嗯 嗯 呦 这题 这题还挺玄学的 算了 我放弃了 这个 它但好像 我 我所知的优化 好像咱们都保试 这个丢人了 嗯 行 呃 就记个TLE解法吧 然后实在不行 就用bottom up了 这个 我是无能为力了 刚才 哎 我刚才记得 我能跑出一个 可以解的 我看一下 有一个是可以跑的 怎么到这就不行了呢 同一个代码 它这编译器 现在还是挺 挺玄学的 对 这个 那我们copy 把它copy paste过来 我们copy paste过来 我们copy paste过来 哎呦呦呦这刚才能过的好像现在都过不了了 这个编译器问题啊 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啊 丢人了 丢人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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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